大家好,我是4068的吴谦佑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故事书叫做 三个强盗 从前从前有三个很凶的强盗 他们穿着宽宽的黑斗篷,戴着黑帽子 出门总是躲躲闪闪的 第一个强盗拿着喇叭枪 第二个强盗拿着撒胡椒粉的气体 的器具 第三个强盗拿着巨大的红斧头 他们在每天的深夜拦下的马车 他们先用了撒胡椒粉的机器 撒胡椒粉给马 给马,让马的眼睛不舒服 第二个步骤就是拿着 红斧头敲碎他们的轮子 第三个步骤,拿着喇叭枪 嗶嗶,把他们全部拦了下来 然后呢,抢走他们的财物 他们都把财物放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山上 有一天的晚上,他们又拦了一辆马车 但是里面只有一个孤儿名叫 芬妮 车上真的只有芬妮,没有其他的财宝 或者物品 他们就用 他们就用黑黑的斗篷 把它捧了回家 这个,这位 名叫芬妮的孤儿很高兴 因为她原本要到 她的姑妈家住 她的姑妈是个坏心肠的人 她很高兴能够遇到这三个强盗 三个强盗帮她铺了很柔软的床 她一躺下去就睡着了 第二天的早晨 她看到四周都是光芒四射的财宝 叮叮叮叮 她就问这三个强盗 这些财宝要做什么呢 这三个强盗 强盗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 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 就拿着这些金银财宝 帮助了一些孤儿 走失的人 不快乐的人 全部都召集了来 他们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 把这些小孩都住进里去 他们都穿着红斗篷 红帽子 他们长大了结了婚 盖了许多的房子 成了一座村庄 叮咚叮咚叮咚 为了纪念他们最爱的养父 他们 他们就盖了三座高塔 三座高塔的意思叫做 他最爱他们的养父三个强盗 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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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